最近很久中午没有录视频了,今天中午特意录个视频,主要就是提示一下风险 然后重点说一下,今天清仓了,重要的事情讲两遍,今天真清仓了 只是说这个清仓和以前清仓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上周四也清仓过,早上开盘涨太高了,然后也清仓了,但是尾盘又买进去了 星期五上午大幅高开,也又清仓了,结果尾盘星期五又买进去了 然后今天早盘大盘又高开了,然后清仓了,但是这一次不买回去了 重要的事情讲两遍,就这一次不买回去了,这一次股市不大跌就不买了 之前都是尾盘早上卖了,尾盘没跌又买进去了 只是说可能早上卖的是股票A,结果涨停了,那只能买股票B 今天呢就是不跌就不买了 原因呢几点,首先呢这个港股市场呢已经崩了,港股今天盘中的时候最高跌到10% 其实港股在跌10%的时候,它就把我们国庆放假期间所有的涨幅全部跌光了 而且新加坡A50今天盘中最多的时候跌幅11%,也把我们放假期间,就是国庆期间所有的跌幅全都跌光了 而且从这个,咱们虽然说要估值提升估值提升,但是在截止到上星期五的时候,港股已经是全球涨幅第一了 其实你敢相信吗,我们港股也好,A股也好,从2024年全年表现最差的资产,然后一月而成全年涨幅第一名 你看,接着到上星期五的时候,香港恒生涨幅38%,牛管全球,全球涨幅第一,黄金今年涨幅29% 标普今年总共涨了19%,纳斯达克涨了19%,过程300到上星期五涨了17% 所以说你看这个港股本来就是全球垫底,跌十几个点,然后一月成为全球涨幅第一 今年港股是第一名,今天我们的这个互生涨幅也是涨的,所以说你敢相信,假如我们的互生涨幅今天大概涨了最近百分之四 比如说互生涨幅都已经超过了纳紫和标普了,但是我们辛苦半年还不如咱们几天这么猛 所以说你看一个是涨幅它确实已经很大了,你说咱们要估值提升,咱们要怎么怎么样 但是你不能否认是咱们已经提升了,咱这已经是全球第一了,港股涨幅已经全球第一了 你可能说前几年,但是前几年咱们A股跌了,但你要知道2020年那一年 就是四年之前2020年就是口罩那一年,其实我们A股也是涨幅全球第一的 知道不,就是2020年我们那个时候A股也是涨幅全球第一的 只是这中间四年比较拉垮,但是我们要是算下总账呢,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砸了 而且在我美股持续大涨吸引资金的时候,你看这个全球市场 全球市场呢,这个盗琼斯最近跌了,然后印度也跌了,看到没有 印度你看1,2,3,6根新线,连续跌了6天,看到没有 这个印度股市资金被咱们A股吸走了,连续跌了6天 当然最主要的还有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应该要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这个,金融监管部门已经进行了窗口指导,银行信贷资金严禁违规金融股市 这个东西让我想起了2015年,你看银行信贷资金严禁违规金融股市 这个是10月8号的时候,而且是什么,已经对商业银行进行了窗口指导,看到没有 要求金融机构应当高度重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和投资者保护 强化内控和合规管理,严控加杠杆,看到没有,严控加杠杆 一类人士强调,银行信贷资金严禁违规流入股市 这是商业银行必须坚守的金融监管这个红线 那前两天不还说这个钱可以买股票吗 然后呢,就意味着大股东,他的自己说大股东你可以加杠杆 大股东嘛,反正有钱亏不了多的,那小股百姓不能亏啊 所以说呢,这个加杠杆这个事情啊,严禁加杠杆这个事情啊 就让我想到什么,就让我想到2015年,2015年股市大跌就是什么 就是这样来的,首先就是散行进多,先查散行进多,查配置 然后呢,查配置,散行这一查,然后就崩了,就会一连连串的崩 可能你说,这个2015,其实2015年涨都没涨那么快 我当时2015年是在的,其实普通的股民啊,他最容易是牛市亏钱 因为牛市他一样肯定没有风险意识 当然你跟老股民呆的肯定是耽误你赚钱的啊 我们这一波,你看股市大涨,我们应该算是吃到了三个阳线吧 其他的也是,也太空了啊,肯定是耽误你赚钱 但是呢,这个,你要是之前听我们的呢,可能这个,这几年你应该没怎么亏 或者亏的是比较少的,还活着还活在这个市场 一直熬到了这个,一直熬到了现在,还熬到了这个,这一波大涨 对吧,然后呢,2018年,当时贸易战 2019年从2440点涨到这个3200点,涨了800个基点 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2019年是我翻身的一年嘛 因为我15年亏钱亏钱太多了,这个靠着这个19年股市上涨才活过来的 但是那一波上涨呢,它涨了三个多月,三个多月才涨了800个点 咱们这从2600啪几一下子干到3400,涨了900个点就两个星期 之前涨三个月,然后这次干了两个星期 而且你要这样股市涨那么快的话,你把耐心资本给洗跑了,怎么办 你看耐心资本,召唤公路,持股5%以上的股东,康泰人寿 你减持不超过0.4的公司股份,看到没有 就是你把耐心资本,你把保险公司都给洗跑了,知道不 而且最近大家已经明显看到有大量的减持公告 A股要再涨的话,减持的会更多,到时候上市公司就不把公司卖给你了 只是说可能很多上市公司它现在没有反应过来,一下涨太快了,他们也没来得及 过两天估计这个简直的就铺天盖地儿来了,到时候就把公司卖给你了 所以说呢,当然我们现在卖了可能到时候还会少赚,但是只能说可以了 毕竟这个股市给了你一波回本的希望已经很好了 我其实这个人还是比较容易满足的,虽然说少赚了一点,但是毕竟是赚了 咱们又不是说亏了是不是,只是少赚了一点嘛 你也不可能说刚好就拿到最高点卖,这个也没有这么神啊 而且从走势上来看啊,你看啊,今天股市有一波跳水,这一波跳水 但是收回去了,其实我们要把这个分子图打开更高的话呢 其实在,大家知道在这个周五,就是放假之前啊 这其实在下午2点14分的时候,它也有一波跳水 然后今天呢,它也有一波跳水 但是我们开始跳水的时候呢,要注意细节啊 我记得在15年的时候有个名词叫做空军演习 空军演习,什么是空军演习呢 就是说我首先大跌一下,结果又拉起来了 你感觉没事没事,把他大跌了是吧,没事的 让你放松警惕,你放松警惕了,然后下次他真的大跌了 就跟那个我们学那个课文,狼来了 第一次喊狼来了没信,第二次喊狼来了还没信 第三次狼真的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信了 你看这个股市今天上午突然来了一波大跌 但是它并没有说真跌,很多人觉得哎呀,没事没事 但是下一次大跌,它就一定是真的 这个你要明白,就是我们现在的一股,它已经开始演习了 上周五就演习过一次,上周五在2点14分的时候 出现过一波快速杀跌,然后尾盘勾回去了 那么今天呢,又出现了一波快速的这个下跌,又勾回去了 但是区别什么呢,就是同样是勾回去了,但区别又很大 我们看分子图,你看,跌下来的时候阴险量都非常大 看到没有,跌下来的时候阴险量都非常大 看到没有,都是放量的阴柱 但是你会发现股市这个上涨的时候,它的阳线注入非常少 你看到没有,它就没有什么阳线 它可能只是抛压减弱了之后呢,然后再反弹 你仔细看是不是,它就变成什么,下跌放量上涨缩量 下跌放量上涨缩量,看到没有 是一个标准的,就是通过不断的这个,因为它在下跌的过程中就出货了嘛 然后它不卖了,然后散户一百,它就反弹了嘛 对不对,下跌放量上涨缩量 而且上周五一个小演习,今天一个大演习 今天大家知道,在盘中的时候 上周的时候差一点就翻绿了 就差一点点就翻绿了 而且你要知道,必定不管怎么说 我们现在A股还是涨四个点 但是你看港股这个 你看港股今天盘中的时候 跌幅最大的时候,它一天可以跌百分之十 看到没有,多狠 港股今天最高的时候 一下子跌了十个点啊 一跌十个点,那港股 那些港股它能跌五六个点 A股就不能跌五六个点 A股就不能够有大阴线 那是不可能的 社会当中赚钱这么难 股票啪啪一千几十万 一千几十万这么容易 这还了得 港股今天盘中能跌百分之十 现在跌百分之五 A股它也会的 你知道吧 你看新加坡150盘中今天最高跌了百分之十二 所以说呢 当然你可能说给老股民肯定是赚不到钱的 这个咱们也不符 只是说呢 第二点就是我们喜欢的几个品种都没有买点 大家知道我们比较喜欢哪些 高股息高红利的 这个运营商高速公路 没有买点啊 我们早上开完就跑了 然后就是什么证券和保险 我们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提出我们我们也做了不证券的保险 我们上周买的就是保险股 因为证券 没格局嘛 我们买的证券当时没有太多的格局 然后他就涨 他就涨了 涨了这个过之后呢 这个抛了抛了然后买的保险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你看我们最喜欢买的保险证券都没有买点了 我们早上的时候九个多点的时候把那个保险也抛掉了 然后呢这个高速公路啊 这个还有像并营商啊也没有买点 银行也没有买点 就是我最喜欢买的证券银行保险啊 并营商高速公路都没有买点 我都不知道买啥 所以说呢我们就空窗了 我能只是说这次空的比较坚决 之前不坚决 之前尾盘他没跌我又买进去了 今天不管尾盘跌不跌 咱都不买了 保住胜利果实 虽然说我们这次吃我没有说 吃特别猛 但是坚决不回撤 今天中午特意录个视频呢 就主要讲一下 当然你这个不要以我为准啊 因为你比如说哎呀 简单老师 你用我们上午卖的股票他都跌了 我们卖的那个 我们有一个股票八个多元卖的 他现在是跌的